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定于3至4月的湖南卫视加油苦读播 而有最新消息展示 该剧可能又要延期 或在5月左右有望与观众见面 好事多磨之下不少人也发现 原本定格在24集的总集数现在上涨到32集 自从杀青起 冰与火就受到了广发的关注 从他的演员班底到制作班底都预示着他必是一部精品剧 而导演傅东玉还曾经指导过破冰行动 对于冰与火这样的行侦剧可谓是驾心就手 制作特效更不用说高燃的同时 飙车公罩的场面更是层出不穷 330个场景的轮番切换 326个场景的实地拍摄 都是给观众贴合电影质感的视剧享受 这部剧可谓是下足的血本 巧合的是早前传得沸沸扬凉的《余生请多指教》 也传来了即将要定当的消息 肖战与杨子登上东方卫视合体宣传的同时 余生从芒果转战东方的消息也喧嚣沉上 该部早该和观众见面的剧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不断地有定当的消息传来 但是总是狼来了 而在2021年年初腾轩视频就将它定格在戴波利表 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与观众见面 却不想因为忙活之时沟通无补 余生也就一直被搁置了 不过随着肖战养子在东方卫视宣传日益增多 余生定当东方的消息也不禁而走 如今更是传来将在4月底与观众见面的消息 细想一想 号一行定当4.8或余生接当的可能也不足为奇 但是余生与冰与火预计都在4月底 或者是5月初与观众见面 那这注定是一场史诗级的较量 两句对垒谁语争锋 不过好在两句出的题材并没有壮形 没有可比性 谁将是爆款只能通过数据说话 然而巨孩微波之下 仿佛如说好一般 肖战与王一博却都陷入了是非之中 王一博绯闻缠身 男女主急来辟谣 3月15号 一则明天上午11点不见不散的 3000万顶流恋爱光引爆网络 刘浩然粉丝深夜打榜 以其为偶像谋得一个恋爱自由的机会 只因刘浩然的超话榜单在50开外 被营销号派出在外 因为3000万的瓜还未来袭 何久与男子接头亲手 李一峰与方安娜的恋爱瓜就紧随其后 这两个人的粉丝数量远在3000万之上 网友关注的点则是 3000万的顶流到底是谁 所以在何久未作回应 李一峰秒辟谣之下 网友更是尽心竭力地 要将这位3000万的顶流找出来 最后目标则锁定在了王一博身上 瞬间王一博与李子玄 疑似恋爱的消息就传遍了全网 更是有不少CP粉放出两个人疑似恋爱的细节 直言真甜 王一博与李子玄是在创造101的节目中 王一博作为该节目的舞蹈老师 曾在舞蹈上对李子玄有过指导 而在节目的录制中 王一博对李子玄的评价颇高 且认为他在众人的舞蹈中一直是最出众的 更是夸赞他纯净得如一张白指 诸多的赞誉之下 节目过后也有不少粉丝 磕起了两人的CP 只是应在节目中向来严肃的王一博 对李子玄有着难以言语的温和 随后因为这三千万的顶流花王一博的粉丝 符合则是其一 更多的是两人存在的小细节 包括心爱的小摩托 同款笔心 同款大眼 同款项链等等 诸多的巧合之下 网友也将信将疑 网友与李子玄的工作室也很快做出了回应 这是乐华娱乐代表王一博给予广大网友的态度 李子玄女士一直为诞生状态 则是李子玄方的回应 两方的回应之下 这则恋爱瓜材在吵吵嚷嚷中 有了厌其西谷的姿势 不过综合网友对于两个人一丝恋爱的态度 居然可以分为四方 CP方觉得两个人互动有爱又甜 支持两个人的正常交往 一部分网友觉得李子玄不是王一博的理想恋爱性 两个人没有可能 一部分网友觉得 王一博是97年的 如果要恋爱也是正常 谁不能正常交友了 跟谁都无关 最后一则则是觉得 爱到恋爱则是失格 应该遭受谴责 真的是好不热闹 不过这种空穴来风的事情见多了 真真假假之下 吃过网友早就不能明辨是非了 成当看个热闹 当作消遣罢了 毕竟之前是2000万 现在又来3000万 过几天可能就是4000万了 娱乐圈一向如此 也不必当真 认了就祝福吧 不认也就散了 仅此而已 刮车好了就散了吧 还是好好地关注他的事业 等冰与火上映之后 就看他的表现了 肖战告别唐三 演技仍然是硬伤 在每一个当下 选择不消极不埋怨 在每一个决定和选择都全力以赴 每一次的工作中 找到自己的乐趣 这就足够了 至少自己经历了 不是吗 以前是 现在是 未来 我想也是 3月17号 肖战发布了一篇 零散随即 也正式告别了 斗罗大陆 其中畅谈的是 他的人生感悟 也是他近几年来的 新入历程 文字洋洋洒洒 净显他的情绪 真是又平淡 相信这也是经历过 大风浪后 他的真实感悟 而畅想未来间 他也坚定了 前进的步伐 从目前 斗罗大陆的播放量来看 已经高达 43亿之多 称之为顶流夜市 当之无愧 其中肖战贡献 自然是功不可没 然而 有掌声也是有质疑 斗罗大陆 从开播到收官 话题度不断下 主演们的演技 也一直是备受质疑 吴轩怡的故作交称 于考词牙 让他备受指责不说 就连肖战在剧中的表现 也是褒贬不一 对于肖战饰演的唐三 但整体来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有人买账 有人弃聚 只因为单从与人物相比 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 其次 单从两场戏来点评肖战的演技 不少网友也是褒贬不一 一则是唐三见到自己的母亲 肖战上演了一段哭戏 不少人觉得 这段哭戏表现得用力过猛 在表演上有所欠缺 因为哭戏是考验一个演员 演技的重要指标 能够引起共鸣感染观众才是一段有层次的哭戏 当然也有人认可表示 感觉到共鸣的同时 为之感动 只能说观众作为看客 对于演戏这个问题 自然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二来是动作戏 一般而言 武打场面算是剧中的小爆点 在《斗路大陆》中 肖战呈现的武打场面 大多都太过平淡的同时 也给了一种没有激情澎湃的感觉 不过当初武打剧倒也不是肖战一个人背锅 因为《斗路大陆》虽然说是一出大热剧 但是也抵挡不住剧组的粗次烂造 取景脏乱差不说 浮华到也惹人不断吐槽 经费有限的情况之下 武打戏也只能够缩水 这与他在《陈情令》中呈现出来的效果 完全不能同时而语 只能说演技在一步步的模型中 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而演员本就是如此 有了评价才有了前进的步伐 肖战说 我一直都在督促自己做得更好 不让支持我的人失望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坚持 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 期待他在《余生请多指教》中的表现 对此你怎么看 《冰与火》与余生请多指教共同上映 你期待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水晶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